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在2016年的年初一场大选呢 可以说让台湾政坛再度变天 民进党拿下了总统和立法院选举的胜利 进入了全面执政的时代 那么败选的国民党又该何去何从呢 最近旅美中国学者吴作来撰写了文章 他呼吁国民党回望中国大陆 通过和平的方式反攻大陆 找回国民党的新空间与历史机遇 实现老蒋总统或国民党当年的中国梦 那就是三民主义反攻大陆统一中国 国民党回中国大陆去发展 这有可能吗 中国当局会允许国民党登陆 发展党员甚至参与中国的政治吗 在台湾的民主选举中遭受挫败的国民党 能不能帮助促进中国的民主呢 连串的问题我们今晚就要请文章的作者来亲自说明 同时也回答观众和听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 那么今晚节目的两位嘉宾呢 第一位就是撰写这篇文章的作者 旅美学者吴作来教授 那么第二位呢 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 前纽约时报的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 我们欢迎两位 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拨打热线电话 提出问题与看法 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 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那么当然第一个问题 我就想先交给吴祖来吴教授 为什么 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您会写出这样的一篇文章 做出这样的提议呢 因为国民党现在在台湾的发展空间 已经四年或者八年 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 这个主要的原因呢 文章也写了 就是因为大陆既作势力抬头 对香港 对台湾 进行一个残酷的打击 还有很多的举报 只要台湾任何一个艺人 会唱了台湾的格歌 就是中华民国的格歌 以及挥动了台湾的 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 都会遭到大陆的 整个的这个封杀 甚至这个打压 这一系列的动作呢 都会凑死这个台湾民众 对中共的政策反感 对亲中共的国民党反感 这种反感直接促成了民进党上台 所以呢 现在过民党在台湾的空间减少之后 过民党应该向大陆伸展自己的触觉 因为过民党和共产党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就是统一中国 这个民进党在这方面成立之初是没有的 现在可能弱化了这个独立的意识 但是过民党是非常强化这个 就是大陆的这种统一 当然它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表述 一个人是统一 是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而共产党统一中国呢 是以共产主义 这样一个理想来统一中国 在这样一个共同梦想的前提下 也或者说按照他们的话 就是一个中国的前提下 那么怎么做 坐实这个一个中国呢 那么互相就应该做些让步 共产党应该就是允许过民党 到大陆来谈判 怎么谈判呢 首先应该设立一个百分之处 应该由自己的发言人 应该由自己的办公室 甚至由自己的这个组织架构 这个发展这个前景 这样的话才能是一国两制 或者是统一 逐步被坐实 是 吴教授 我想在这里请教您 您刚刚提到 实际上您这篇文章的标题是 这个建议呼吁习近平 来展开第三次的国共合作 我们知道依照中共的说法 在历史上国共有两次的合作 第一次是在这个国民政府 国民革命时期 1924年左右 第二次是在抗日的时期 那么很多后来的这个证据 或分析都显示 这个两次的合作 都是以失败告终 而且都是共产党方面不愿合作 您为什么还认为国共可以进行第三次的合作 甚至国民党可以成功的登陆大陆呢 第一次第二次合作呢 国民党是引导共产党 当然第二次合作的时候 共产党晚来一个小的动作 就是西安四变 但是共产党当时倡导的是 自由民主人权 就是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当中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这个政治理念 在民主理念是统一的 而且共产党当时有很多历史性的承诺 就是要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法治 宪政共和 这是共产党的历史承诺 那么国民党现在可以翻出 共产党的历史承诺 不枉凑心 以此来强占制高点 当时共产党是在延安时期 是强占了这个政治制高点的 所以现在国民党应该抢占这个制高点 来倒闭共产党 进行一些政治改革 你为什么不遵守历史承诺 你为什么封杀历史的先生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上到台面上来的 好的 是 您说 吴教授 而且现在大陆整个民众 对中华民国是有重新的认识 以前是被药膜化的 再加上现在共产党面临的 很多的问题 如果共产党需要进步的话 需要在政治上面有一点点进步的话 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 因为台湾的模式 政治 经济 文化 各种各样的保护 都非常的好 发展得非常好 这是大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验点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吴教授 我继续回到现场的赵言赵先生 当然接下来我想要问的问题 就是刚刚吴教授提出了他的看法 但是您认为中国政府方面会同意 让国民党来登陆吗 中国我们知道没有这个明文规定的党禁 但是它事实上就是一个一党专制 一个一党制的一个国家 它有可能会开放党禁让国民党登陆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说中国政府这个词不太准确 应该叫中共同不同意 因为台湾也是中华民国 也不能说它不是中国 而且无论大陆的版图台湾版图都是统一的 就是这两个地方还都是一个国家 那么就是您刚才说他能不能同意 我倒想回顾一下这个八十年代有一个福建省委书记 叫向南 实际上习近平到福建工作去 正是胡耀邦跟向南沟通以后 才把新平调到福建去 那么一个是他地方经验积累需要这个 国家党培养干部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那么需要有未来的这个干部 能够这个多了解对岸的情况 所以那就把它放到福建 那么向南提出一个什么问题 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间 他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搞了这么多年 结果这个从这个五零年开始 这个反美 往来到反右到大跃进到这个文革 完全都是这个制度上的失败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福建 他当时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交给这个台湾来管理 把香港呢 那个交给这个 把那个广东和深圳呢 交给这个香港来管理 一个英式的模式 一个美式的模式 两下做一个对比 但是向南提出这个要求以后 马上就被陈云和这个李星恋 党内的高官这个给否定掉了 而且把他福建省委书记也撤掉了 当时找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原因 就是近江的假药 就我们知道体制内的 这么高级的领导干部 都有这样的想法 他结果呢 就是最后遇耳中 完了在97年的上半年嘛 不幸的这个突然就去世了 就是党内有过 体制内有过这样的这个呼吁 但是没有得到回应 现在八十年代到现在 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快三十年了 体制内已经没有 没有这样的声音了 那么吴先生呢 原来是体制内的这个理论家了 文艺理论家 他现在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在海外而且提出来 能不能得到体制内最高官的这个认同 这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想一想 海外的民运 你现在有民主党 有这个自由民主党 这么多的党 跟共产党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杀人的这个血仇 就没有这个 你杀我我杀你这个过程历史 国民党跟共产党有这样的历史 你共产党说我们消灭 国民党八百多万 国民党说我们消灭 共产党一千多万 有这样的仇 但是现在国民党 你确实国民党的主席 可以回到这个大陆 海外的包括魏京生 王君涛先生跟共产党 本来他们的父亲都是共产党 但是现在连回国都回不去 所以这样的想法 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共产党也确实需要 台湾在这里经验 来重新的这个 整合大陆的政治改革的方案 但是能不能做到 这要看习近平 有没有改革的气量 那么观众朋友 您的看法呢 国民党如果回中国大陆发展 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 拨打电话进来 参与我们的讨论 400 120 0551 我们现在就来接听几位 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 第一位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你好 是河北的李先生吗 是 请说 你好你好 我觉得这个国民党 现在是民进党和中国大陆政府的 中间的一个缓通地带 如果国民党回大陆发展的话 在台湾那边不发展的话 那样的话 这个民进党马上就会举行公投 然后台湾宪法一修改的话 两岸很快就会变容相见的 另外这个嘉宾您怎么评论这个 和苏联和中欧的这些国家 包括西亚北非的这些国家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后 政治动荡 经济崩溃 民生交臂 国家分裂 战火纷飞 谢谢 再见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您 这是李先生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广东 广西的彭先生 抱歉 广西彭先生 请说 谢谢议文 吴作来教授提出来这个设想 当然是非常积极的 我们作为草根 当然欢迎 因为中国现在缺少的就是多元 它是独裁 独裁政府就是一元化 对国家的这个统治 缺了就是多元 国民党回来 让它能够打破这个局面 但是我们根据前期所发生的 一系列问题 包括谷歌公司 被赶足中国大陆市场 就是因为不妥协 就是因为不作恶 就是因为不接受审查 完了以后 前不久 公安部已经公布了 国家有关管理部门 公布了那个规定 NGO组织也得接受 那个公安部门的那个管辖 接受它的管理 还在以太一个 我们看到平时很多的一些 国内的一些维权组织 什么的 当共产党感觉到 它的政权被威胁的时候 至于说国民党回大陆来发展 如果说对它的政权 对它的那个 以党独裁统治造成威胁的话 它能接受吗 不知道吴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的 他们把维权看得比天还大 好的 我们谢谢彭先生 吴教授看来两个问题 都需要您的答复 先跟我们谈谈 我们知道这个国民党 这次在大选中挫败 也有很多人说 主要就是背离了民意 那么大量的这个 往中国靠拢 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么如果说国民党 真的到中国大陆 去发展的话 会不会像刚刚李先生 所说的 民进党方面 就会在台湾举行全民公投 两岸真的正式的走向 分裂的局面 您的看法 国民党到大陆发展 这个是符合历史发展的 一个进步的 这样一个前景 它到大陆发展 并不意味着它释出台湾 它在台湾的力量 还是保持一定的制衡的力量 现在中国的现状是 一国两政 一个中国两个政府 共产党政府和国民党政府 中国这个一国两政呢 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两岸人民阻隔 政治纷争 甚至的这个两岸 都有自己的尊对 这才是中国的一个麻烦 有可能会造成战争 而一国多党呢 尊对国家化呢 是不会带来动乱的 现在我们看看 西方的这个文明 这个宣传文明的民主的国家 都是一国多党 而不是一国多政 中国现在最危险的 就是一国多政 中国这个一国多政呢 历史原因是 二战的时候造成的 就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国民党和公正党 重庆谈判 没有恪守重庆谈判 没有致力于和平 所以造成了国家动乱 一直到现在 这个国家仍然是分裂状态 美国当时 中国甚至承诺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重庆为什么能够谈判 美国也是在凑成 中华民族中国的 这样一个政治和解 但是中国两党不增弃 造成了中国这个国家灾难 这个灾难从1945年到现在 一直都还没有 一直都没有结束 所以要结束这个国家灾难 一个美国要发挥一定的作用 美国当时以为 我就不管了 放弃亚洲 他就什么是没有了 但是美国的这个 不积极作为的政策 直接带来了朝鲜战争 美国牺牲了 亡数亿万计的这个士兵 现在美国还是维持现状 不积极的作为 这个又现在一直 还在给美国带来 很多的困扰 比如说这个朝鲜 这个发展核弹 以及胡作非为 甚至会制造一定的恐怖 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 美国是好人帮助中国 但是没有积极的作为 我们就希望美国 在中国未来的这个 政治竞争中 要扮演积极的角色 比如说郭敏郎登陆 大陆在大陆设立 半次处 甚至做一定的发展 美国应该做一些 积极的贡献 如果不积极的介入 中国的这个政治竞争 美国以后可能 还会带来灾难 好的 我们谢谢吴教授 我们继续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再转到我们的赵先生 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刚刚两位观众朋友说 那么也提到了 这个另外一位观众朋友 广西的彭先生 他特别提到了 看到国际间的企业 还有这个NGO 到中国去发展 只要这个对政权 稍有威胁就被赶出来 国民党又要如何走在这条 这个非常危险的 这个钢索上面 如果他真的要回中国 发展的话 他有没有可能 两边都失去 台湾也失去了发展市场 到中国也有可能 被赶出来 就问题如果国民党 能回大陆 民进党为什么不可以回呢 在美国的民主党 为什么不可以回呢 吴教授说了 这个一国多党可以 但一国多政不行 那我的概念是 一国两制不行 一国两制早晚要打仗 美国南北独立战争 就是因为南方有奴隶制 北方有民主制 才打了起来 那中国大陆和台湾 也是这种局面 一个是民主先进的 一个是落后的 那么早晚 如果你这个制度不统一 用什么统一 就是我们上次讨论过的话题 有一次周末我们讨论话题 必须用民主来统一中国 在这个前提下 国民党才可以 你如果大陆的共产党 理念不改变的话 其实他的理念 他的承诺跟他理念 是相矛盾 他承诺是自由民主 在没有 49年没有回去之前 但他理念是要共产 你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 这个是相矛盾 您觉得现在的国民党 有这样的能力 来肩负起推进 中国民主的重责大任吗 现在的国民党 跟当年的国民党 还是一样的吗 问题不在于国民党 问题首先在于 大陆自己共产党 你能不能改 其实共产党改一个字 改成共和党 跟国号相符 那么国民党回大陆也罢 民主党回大陆也罢 民主党回大陆也罢 你有了一个好的基础 你承诺是自由民主 而不是其他 跟其他党的党 党这样没有 他的理念没有矛盾 那么才可以回大陆 共产党理念不改 说我要共产 把美国也共产 把俄罗斯也共产 把欧洲也共产 那是不可能的 好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 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 针对国民党 回中国大陆去发展 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建议吗 您的看法如何 天津的张先生 您好 请说 好 我觉得 这个国民党回中国大陆 这个设想 是很有前途的一个设想 也是很实际的一个设想 为什么说呢 因为这个中国政府 中共政府 它历来就是 以这个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这个说法 它在世界上 来维持它这个独裁政权 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还可以从另外一个侧 就是说你真正的要说 这个国家统一 这个你是真心实际的 要对国家统一 那么你就应该让国民党来 上中国大陆来发展 所以说这两个 这一点也看出来 中国你是为了你对党着想 还是真正的为这个国家的 统一着想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在这个时候 就需要一个 说一个伟人来出现了 所以说这个 这个中国共产党也好 让他自己 自己改变 自己这个 他这个统治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国民党 在这个事情上 很有作为 很有前途 很有作为 我也希望这个 这个美国政府也好 这个美国这些民主党 什么共和党也好 这个应该很好的 看好这一步题 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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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做好以后 也反过来 会 好的 反推 倒逼台湾的 这个 这个国民党 这个 在这个 执政的这个 这个基础 好的 我们感谢您天津的张先生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节目最后 我还想要来谈一谈的是 最近这个 实际上在中国 最近有关于两岸统一 也有一个热点话题 这是在上海的 台湾研究所的 副主任 张啸天 他最近在网上呢 提到了这篇文章 题目呢 是为什么我们将会在理论上 失去台湾 他特别提到了 统一的论述 已经耗尽了思想资源 理论的交锋 胜负底定 很快的将会在理论上 失去台湾 张啸天 他是这么说 他说两岸民众的三观 已经渐行渐远 大陆民众将国家统一 视为最高价值 而台湾民众 则视为遥远的选项之一 最后我想一分钟时间 给吴作来吴教授 跟我们谈谈 从您的国民党 到大陆去发展 这样一个理论 来看到张啸天 张教授的说法 您觉得两岸的 统一的可能性 是不是像张教授所说的 已经是微乎其微了 那么国民党 真的能够肩负起 这样的一个责任吗 两岸现在同一的话题 理论资源匮乏的 根本原因是 共产党的理论困境 共产党在理论上面 没有创新 现在就需要习近平 以伟人的姿态 来引领这个话题 要主动的去 跟马云九握手 因为习近平 已经握过一次手了 这是一个 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一个象征性的 一个创意 现在就是要 把这个创意去坐实 需要一批人 来喊出这样一个思路 然后更多的人 来推进这样一个事情 不是不可能的 好的 我们三十秒时间 赵先生 您觉得习近平 可能做到吗 两岸人民肯定没有障碍 那剩下就看 习近平是想做 这个一代伟人 还是想做 这个前国罪人 他要自己去选择 您觉得通过 像马席会这样的渠道 有可能达成这样的目标吗 接着发展下去 应该有可能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今天 因为时间的关系 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 到这里就必须结束了 我们非常感谢 吴作来教授 还有赵燕先生 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 也很感谢 所有的观众和朋友们 您的收看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是一个自由论坛 来宾还有听众和观众 所发表的 都是个人言论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BOA卫视 我们在最近也开通了 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我们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收看 同时也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同时您也可以到 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 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上 来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 斜线VOA China 以及 推特.com 斜线China 还有我的个人推特账号是 推特.com 斜线VOA 语文 我们期待与您 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 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 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两个话题 英国脱离欧盟公投 中国该关心吗 以及台湾总统蔡英文 首次出访 她将会受到国际间 什么样的接待呢 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 8点到10点钟 准时的锁定VOA卫视 我是郑玉文 我们明天再会 在北京的视线 开明天 欢迎订阅 咱们